小和是做直播运营工作的 有时候加班到凌晨才下班 不加班时 晚上休息时间在12点左右 他介绍 从今年5月份开始 楼下住户多次投诉他和男友 说是走动有声音 我是跟我男朋友两个人住 我的体重的话是80多斤 然后我男朋友的体重的话呢 是120斤不到 我们知道有这个噪音的问题之后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改了拖鞋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买了一些 隔音的一些小套子 套住我们的桌椅之类的 这样子防止拖拉的声音影响楼下 但是结果就是这一批操作下来 都不是特别有用 楼下还是继续会找上来说我们炒 小和租的房子在杭州永康院小区 一室一厅一厨一味 面积不到50平方 每月租金4400元 小区是上世纪90年代建造的 因为重新装修过 看起来挺清爽 周边的基础设施会比较完善一点 我当时就是看住这套房子 装修是全新的 我们才过来的 装修是我爱我家负责的 装修好之后有人住过吗 没有人住过 我们是第一批住进来的 小和他们今年4月初正式入住 小和说第二个月 楼下的住户就经常在半夜找上门来 他强调自己虽然休息时间晚 但不会产生噪音 就是说我们晚上还要继续走动 然后别人都休息了 我们还不休息 就是影响到他 小和说他在家里是正常走路 他怀疑中介提供的房子本身存在问题 上个月 几方在一起实地试验了一下 中介公司跟装修公司的人一起过来 然后我们四个人分两批 我在下面听的时候的话 是那个女孩子在楼上走 她的声音的话 比较类似于咚咚咚的那种声音 这段声音是我爱我家仙灵路店的店长 去房子里了解情况时 在楼下录的 走路的声音确实传到了楼下 我怀疑是装修的问题 如果说提前告知了我 这个声音是会有一点影响别人的 我觉得我可以提前考量 我到底要不要租这个房子 因为我的工作作息是非常特殊的 我是比较在意这一点的 小和的意思是 他不想打扰到别人 希望跟中介公司协商无则退租 中介方面认为装修没有问题 目前判断的一个依据呢 可能就是一个时间上偏长 因为老房子嘛 本身主体结构的一个隔音 它就不太好 我们给他处理的方案 一个是转租 然后再一个现在申请的 就是说他要退租的话 但是这退租的话 方案但是没有协商好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方案 就是继续住买那种泡沫店一样的 小孩子那种爬的店子 采访时洛店长不在店里 他在电话里说 已经向公司反馈过情况 公司没有接受小和无则退租的要求 只愿意把退租违约金 从两个月租金降为一个半月租金 目前小和还在考虑解决方案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应该是超级的 少年 меся经 我们在设定 继续游钱 转租房 呢 小多 两个月 这种 好 因为 传统 氏 据 一